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颗钻石,名叫长林钻石,它的重量高达158.786克拉,它的出现使得我国对大型钻石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,长林钻石既是国宝,也是全世界的无价之宝,令人惊奇的是,它的发现者竟然是一位普通的山东姑娘,回忆起40多年前发生的这件事,这位妇人只觉得一切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, 这位捡到钻石的山东姑娘是谁,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? 这位井黎姑娘,名叫魏振芳,出生于山东省陵树县华侨香长林村,1977年12月21日,正值21岁妙龄的她和村里其他生产队女社员像往常一样来到田地里劳动,傍晚其他社员都扛起锄头回家去了,只有魏振芳还在继续劳动, 等魏振芳劳动完,他也打算回家了,可是在回家的路上,他发现有一块土地还没有被整理,淳朴的魏振芳决定除完这块地再回家去,可是他一锄头砸下去,就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,魏振芳本想亲手移开石头,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十分震惊,这并不是普通的石头,它的颜色呈淡黄色,晶莹剔透的十分漂亮,魏振芳冷静下来想了想,这应该不是金刚蒜,可能是马牙石,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金刚钻,魏振芳将这块石头放在一旁,劳作完后将其带回了家,魏振芳将这块石头给自己的父兄看,起初他们也一致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金刚钻,然而当他们仔细观察后都瞪大了瞳孔,这真是一颗纯度很高的金刚石,可是这么大的金刚石,为何会出现在田地里呢? 原来是灵树县的地理位置很特殊,处于一束断裂带,是地震高发区域,1688年,灵树县就发生过一起8.5级大地震,是史书上的旷古奇灾,而这次地震也将被掩埋在灵树县地下的金刚石冲击到了地表,这颗钻石在多年以后又被魏振芳捡到了,在这样的环境下,灵树县人有了一种十分了解金刚石的特殊本领, 魏振芳的父兄及家人在确定这块大石头就是金刚石时,既震惊又不安,特别是魏振芳的父亲,他最是担忧,原来魏振芳的父亲想到了邻村一个叫罗电邦的人,他也捡到了一个大金刚石,不过却因为这块钻石死于非命,这一下子让魏家人都将这块大金刚石视为烫手山芋,魏家人开始商量如何处置这块金刚石,魏家女人们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,打算扔掉它, 可是魏家男人们并不这么冲动,他们决定先把钻石藏起来,然后走一步看一步,此外魏家人为了守护好钻石,还想出了一条妙计,先让老大偷偷带到自己家,然后再悄悄转给老二,老二在悄悄把金刚石送到老三家里,如此一来,外人想偷也没法子,即使魏家人将保护钻石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,可是隔枪有耳,很快803矿的矿党委佟书记也知道了此事, 铜书记得知此事后的第一反应,就是保护好金刚石,于是他又赶紧将此事告诉了当地地委书记朱祁明,朱祁明又派朱胜利等人跟随铜书记前去处理这件事,朱祁明的想法是,在确保魏家人安全的前提下,再决定如何处理金刚石,在赶去魏家的途中,铜书记想了很多,第一,魏正方是真的捡到金刚石了吗?第二,金刚石的真假还有待确定,第三,一定要抢在不法分子里面, 之前拿走金刚石,第四,一定要做好魏家人的思想工作,为了处理好自己所担忧的问题,铜书记中途还去矿上,拉了两名技术人员,去公社找到了党委书记,让他们陪同自己一起去魏家,这一行人赶到魏家时已经是午夜了,所幸的是,魏家人也因为这件事而没有入睡,铜书记等人进屋后,直接表明了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, 接着他又说,为了你们和钻石的安全着想,还是把金刚石交出来,我们帮你们送到矿上的保险柜里看管,魏正方的父亲听后却舍不得了,这不是金刚石,就是普通的马牙石,有备而来的铜书记笑道,我们带了技术人员,是不是金刚石一测便知? 不过,铜书记的这番话让魏家人很尴尬,不过魏正方率先老实交代,金刚石在哥哥家里,接着他又通知大哥等人拿来金刚石,经过检测,众人知道了,这块金刚石是真的,而且重量高达158.7869克了,经过众人协商,这颗金刚石最终被带到了公社,金刚石暂时被安排妥当后,魏家人又以他召开了讨论,魏正方的大哥想着,这个金刚石是自己妹妹捡到的, 作为自己家里的传家宝并不为过,魏正方则表示,我听从父亲的安排,魏正方的父亲知道,决定权在自己,他沉思片刻说道,自从这块金刚石来到家里,我们全家人心里就没有安稳过一天,这块金刚石,俺们不会给别人,更不会卖给他人获利,我要和我闺女带着他一起去北京,亲自交给华国锋书记,事不宜迟,魏正方及其父亲很快就上京了,不过可惜的是,那时华国锋主席正好因公出国, 这颗钻石也没有被魏氏妇女亲手交到主席手上,事后,华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他亲自将这颗金刚石命名为长林钻石,当年魏正方捐献钻石的消息,还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联播,他也一夜成名,组织也因魏正方献保的行为,给了他很多优待,他拥有了农转飞户口,还成为了803矿的一名工人,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魏正方的人生轨迹,此外,魏正方还收到组织给予他的物质奖励,当时组织问他,你想要什么奖励,魏正方并没有多想,只是说了句,我们所在的大堆太穷了,我希望组织能给我们分配一台拖拉机,对于魏正方的无私的回报,组织欣然接受,他的精神也让在场人十分感动。